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今天的四经金句是《我们在天的苦》 《门头虎音》6章9节 相信兄弟姐妹一听这句金句之后,就立刻就说 很简单,就是我们天主经的第一句,我们的天父 又是又不是,是吧? 是,有些文字是这样的 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文而已 各位兄弟姐妹,耶稣是教我们一种关系 一种如何在祈祷中建立、深化、维系 跟天主父的与同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一样 那种信赖、投靠、教托 是这种关系,不是一个经文而已 真是我们变成一个背诵的经文 有时还是有口无心 真是租设了耶稣的好意 我们回回头 最深的、最原始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种关系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父 是这么亲密的 如同父母和子女一样 他是我们的源头 父的意思不是说男性 其实天主是超过男性、女性 对不对? 而是,那个源头 什么都是来自祂的 我们都是来自祂的 不过呢 在亲密当中 他又远远超越的 所以他是天父 在天上的 在天上 是代表着什么呢? 超越那样 我们是触摸不到的 很难想象的 是不是? 不是我们可以掌控到的 天 是不是? 我们每个都在地上生活 天上怎么不知道 所以天父是这个意思 又超越的 又亲密的 好了 还有我们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父的子女 我们都是来自祂的 所以这个有中面 就是向上 就是我们每个人和父的关系 然后因为这样 我们有横面 彼此是兄弟姐妹 希望我们每一天 我相信如果你们有念天与经 或者参加平下尼撒 那还要念这个经文 必然会的 我不是说 我们也不要叫天与经 没有所谓 叫天与经 都熟了 是这样叫 不过 在背诵这个经文的时候 真的是 用心去 体会 去深入每个字的意思 然后去到那种关系 以天主 真是作为我们的天父 我一门在天的苦 《玛特抗音》六章九节